妈! 怎么了? 你帮我在星光证券开的定期定额, 同学也有, 他说户头的钱会自己长大耶! 这就是定期定额投资啊! 那要帮妹妹开户吗? 当然,理财要从小开始, 我们还一起办了星光证券家庭存股账户, 未来每年每个人都送500元手续费回馈金, 我们三个人就有1500元耶, 可以省下更多钱来投资哦! 哇,全家都能一起存股想优惠, 我也要跟同学说! 他的APP还能智慧选股, 投资起来省时又省钱! 亲子理财第一步, 家庭存股好幸福! 点击资讯栏连结了解更多优惠! 哈喽,大家好! 大家还记得胡桃前士兵的故事吗? 记得! 是一个圣诞节的故事, 没错没错! 从前从前, 在一个圣诞夜, 有一个小女孩收到了一个胡桃前士兵作为礼物, 小女孩非常珍惜这个精致可爱的士兵娃娃, 但是一个不小心, 却被她的哥哥粗鲁地弄坏了, 我的胡桃前士兵娃娃! 虽然胡桃前娃娃坏掉了, 但是到了深夜, 胡桃前娃娃竟然变成了一个英俊的王子, 并且对女孩说, 谢谢你对我这么珍惜, 我其实是因为破坏了蜀王的好事, 他为了报复我, 就把我变成了木头做成的胡桃前士兵娃娃。 为了解除诅咒, 小女孩与胡桃前王子的故事就这样展开啦, 结束! 哇, 这个故事太快就结束了吧! 哈哈哈哈, 别急别急, 你们还记得我们曾经说过, 胡桃前士兵这个故事有改编成芭蕾舞剧吗? 记得! 现在在台湾也看得到芭蕾舞表演了哦! 真的吗? 没错, 今年圣诞节就有一出芭蕾舞剧要在高雄卫舞营演出哦! 而且啊, 这出剧是以柴可夫斯基的胡桃前作为灵感出发改编的, 讲述一个小女孩遇到胡桃前士兵之后的奇幻旅程。 在圣诞节表演胡桃前超有圣诞气氛的耶! 对呀! 这次不只是在台湾表演芭蕾舞剧哦! 参与表演的芭蕾舞者全部都是台湾在地的舞蹈人才! 而且他们与台湾的音乐家一起, 经过密集的筹备排练, 来呈现这次的音乐芭蕾剧场。 可以现场看到芭蕾舞, 还有很好听的音乐可以听! 所以啊, 这次的胡桃前故事就留给你们到高雄卫舞营, 去亲自感受芭蕾舞加上现场演奏的魅力吧! 这个表演适合小朋友看吗? 绝对非常适合! 童话改编加芭蕾舞加管弦乐团, 是非常适合亲近表演的机会哦! 还可以一起感受圣诞气氛! 今年12月23、12月24就到高雄卫舞营, 观赏圣诞亲自节目音乐芭蕾剧场, 遇见胡桃前的女孩首部曲吧! 如果使用童话套童岛折扣码PM1200, 还可以享八五折的优惠哦! 详细表演资讯, 请见节目资讯栏! 哪个岛最热? 套童岛! 哈喽,我是小云姐姐, 欢迎来到童话套童岛, 一起从童话故事里发掘生活中的各种小知识吧! 我们都在套童岛更新哦! 哈喽,大家好! 哇,小当家哥哥, 你要来布置圣诞树了! 圣诞节不是还没有到吗? 哎呦, 人家不是说万圣节过完就可以准备过圣诞节了吗? 太吵了吧! 没有的糖果都还没有吃完! 你很爱过圣诞哦! 其实啊,我也很喜欢过圣诞节, 因为充满温馨的气氛! 嗯,既然小当家哥哥准备要布置圣诞树了, 我们今天就先来讲个和圣诞节有关的故事, 为这个温馨的节日暖暖身吧! 很久很久以前, 在英国的一个小镇上住着一对恋人, 詹姆士和史黛拉, 他们彼此相爱。 大学毕业之后, 詹姆士成功地应征上了一间还不错的公司。 公司给他稳定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, 詹姆士非常开心, 他决定向史黛拉求婚。 史黛拉, 从我第一次见到你, 我就深深地爱上你了。 我想要照顾你一辈子, 想跟你一起慢慢变老。 你愿意嫁给我吗? 詹姆士, 从我第一次见到你, 我也深深地爱上了你。 我愿意, 愿意和你一起慢慢变老。 我愿意嫁给你。 太好了! 就这样, 詹姆士和史黛拉举办了一个温馨的小婚礼。 婚后, 詹姆士在市区租了一间小公寓。 这对夫妇现在既幸福又满足, 他们对彼此的爱也越来越深, 一切都很顺利。 直到有一天, 詹姆士的老板对詹姆士说, 詹姆士, 现在整个国家正面临经济衰退, 经营公司是越来越困难了。 所以很抱歉, 从现在起, 我每个月只能给你一半的薪水。 詹姆士下班之后回到家, 把今天在公司发生的事情说给史黛拉听, 然后说, 亲爱的, 不要担心, 我们会渡过难关的。 当然, 亲爱的, 只要有你在我的身边, 我就什么都不担心了。 接下来, 史黛拉和詹姆士过着拮据的生活, 只能够绵长地维持生计。 时间过得很快, 来到了平安夜。 这天大雪纷飞, 整个伦敦的街道都被大雪覆盖, 商店街挂满了五彩缤纷的装饰, 家家户户的前面都摆满了圣诞树。 这个时候, 在家里的史黛拉正在翻着自己的钱包, 想看看自己身上还剩下多少钱。 一英镑, 两英镑, 两英镑五十分。 我身上只有这么多钱。 明天就是圣诞节了, 该怎么办呢? 这点钱根本就不够。 话说回来, 这对夫妇其实都各自拥有让他们引以为傲的宝贝。 一个是詹姆士的精怀表, 那是他的爷爷传给父亲, 在由父亲传给詹姆士的。 另一个是史黛拉的头发。 史黛拉美丽的棕色长发, 一直垂到膝盖以下, 几乎要变成了她的一件衣服。 史黛拉望着镜中的自己, 说, 我得做我该做的事。 说完, 一颗泪珠从史黛拉的脸上滑落。 史黛拉擦掉脸上的眼泪, 把头发盘起来, 然后戴上棕色的旧帽子, 离开家里来到了大街。 最后, 她的脚步在一间卖假发的店前面停了下来。 就是这里了。 她走进店里, 对站在柜台的老板娘说, 不好意思, 请问您愿意买我的头发吗? 你能不能把你的头发放下来让我看看呢? 史黛拉摘下帽子, 放下头发, 一头美丽的棕色长发飘了下来。 老板娘熟练地举起史黛拉的头发, 暂许地点着头说, 嗯, 你的头发保养得很好, 我愿意出二十英镑买你的头发。 没问题, 成交。 史黛拉坐在理发椅上, 老板娘拿出大剪刀, 咔嚓咔嚓地剪下头发, 最后只剩下到耳垂的长度。 拿到二十英镑之后, 史黛拉来到了商店街, 她走来走去, 想要为詹姆士找一件完美的礼物。 最后, 她在一间珠宝首饰行找到了她要的东西。 我觉得, 这一定是为詹姆士量身打造出来的礼物。 那是一条白金表链, 样式看起来简单又朴素, 没有华丽的装饰, 但是在材料和做工上, 完全不辜负它的价值。 史黛拉相信, 这条表链绝对配得上詹姆士的精怀表。 所以, 史黛拉二话不说, 直接付了二十一英镑, 买下了这条白金表链。 店家帮忙把表链包装起来, 让史黛拉带回家里。 在外面忙了一整天, 都傍晚了。 詹姆士快要下班了, 我得赶快准备晚饭。 史黛拉煮好咖啡, 布置好餐桌后, 在厨房做饭等待詹姆士回来。 这个时候, 他突然想到, 我的头发现在变得这么短, 不知道詹姆士看到我现在这样会不会生气, 还是会笑我看起来就像个学生妹啊。 突然, 他听到了楼梯间传来了詹姆士的脚步声。 史黛拉煞食紧张了起来, 开始祈祷说, 神啊, 求您让我的丈夫看到我, 还是觉得我很漂亮吧, 拜托。 我回来了, 亲爱的, 我…… 当詹姆士看到史黛拉的样子, 他突然定格不动了。 詹姆士的表情严肃, 两眼直直盯着史黛拉, 这可把史黛拉给吓坏了。 史黛拉立刻起身解释说, 亲爱的, 你不要这样看着我, 我会这样是因为我把头发剪掉卖了。 今天是圣诞节, 如果不送你礼物, 这怎么可以呢? 而且, 头发迟早会再长回来的。 詹姆士却一言不发。 来, 亲爱的, 跟我一起说圣诞快乐, 让我们快乐地度过这个圣诞节。 你知不知道我找了一个非常适合你的礼物? 你把头发剪下来卖掉, 就是为了买礼物送我? 是的, 但是, 就算是这样, 你也还是喜欢我吧。 但头发的我还是我, 不是吗? 别误会, 亲爱的, 我不会因为你把头发剪了, 或者是样貌变了, 我对你的爱就会减少。 但如果你打开我要送给你的礼物, 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我看到你表情会这么震惊了。 史黛拉拆开詹姆士的礼物包装纸, 当她打开盒子的时候, 发出了一声喜悦的尖叫。 哇! 但是, 这份喜悦非常短暂, 因为詹姆士送的礼物是一套梳子。 这是史黛拉朝思暮想已久的东西。 这套梳子非常的漂亮华丽, 边上镶着宝石。 但是因为她们实在太昂贵了, 所以史黛拉只有在心里渴望着, 羡慕着。 现在, 她们变成礼物来到史黛拉的手中, 但是用来搭配这些梦寐以求装饰品的长发已经没有了。 史黛拉窝进詹姆士的怀中, 满脸热泪, 却又微笑地抬起头对詹姆士说。 我的头发长得很快, 我很快就能用到它们了。 没错, 我也会和你一起期待。 对了, 你赶快看看我要送给你的礼物吧, 你一定也会喜欢。 詹姆士打开礼物盒, 史黛拉说。 是不是很棒, 我找遍全程才找到它, 我觉得它跟你的怀表非常相配。 亲爱的, 我们把圣诞礼物都收起来, 保存一段时间吧。 为什么? 你不喜欢吗? 不不不不, 我很喜欢。 只是这条表链就跟那些梳子一样, 它们都很好, 但是现在用不上。 什么意思? 我把怀表卖掉, 才换到买梳子的钱。 屋子里顿时鸦雀无声, 直到詹姆士开口说。 来吧, 亲爱的, 我们一起进厨房, 准备我们俩的圣诞大餐吧。 史黛拉跑向詹姆士, 然后夫妻俩紧紧相拥, 一起度过一个温馨快乐的圣诞节。 结束。 哇, 他们两个人都好真心为对方着想哦。 我有问题。 某某请说。 头发也可以卖钱吗? 古时候没有化学材料, 要做假发的话就必须用真的头发来制作。 尤其是在西方, 贵族们很喜欢戴假发装饰自己。 比较穷困或是急需要用钱的人, 会把自己的头发卖给商人。 商人在做成假发, 卖给那些喜欢装饰外表的王公贵族们。 不过呢, 现代头发也有它的用途哦。 什么用途啊? 也可以卖吗? 大家有没有听过捐发呢? 捐发? 捐发就是捐头发。 这其实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哦。 有一些癌症病患者, 因为治疗的副作用, 在一段时间里会掉头发。 有些人可能觉得这不太好看, 心情也会受到影响。 所以癌症基金会就像是会大众募集头发来制作假发, 给正在治疗的癌症病友们戴。 癌友们如果戴上假发的话, 就可以一样有美美的发型正常外出。 心情好的话, 对身体的恢复也有帮助哦。 如果想要响应捐赠头发的话, 可以到台湾癌症基金会的官网了解更多资讯。 里面关于捐头发的方式和细节写得很清楚哦。 有机会的话, 可以一起做公益哦。 如果哪位岛民知道这个讯息, 或是真的曾经捐过头发, 欢迎留言或私讯跟我们分享哦。 或是大家在圣诞节有想要去哪里玩, 或者有什么计划, 也可以留言跟我们分享哦。 好的, 那我们 下次见! 拜拜!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